來這首 Dunk 7575 我會raise Bluff 然後開Black我就bad bad 可能當家太多桌了吧 我整個有點不知道為什麼當家沒有raise 其實我那時候我有重看過這首 我也覺得我應該是個raise 但我可能太多桌就mistake 還蠻露子EV的 他這個Black很Dunk的好盤 他有set 他會3倍 3倍你直接蓋來就好 你說我raise 4 太狠了吧 肯定啦 除非他很鬼啦 除非他真的很鬼 不然你raise 3倍 他可以了 Fly draw不是嗎 Fly draw會扣吧 不會3倍吧 他只會3倍 哪會啊 很多人Fly draw怎麼 他來個6 7 什麼 8 9 有個5的 沒有超好的Fly draw JJ就是 要嘛Dry draw 要嘛45 50% 所以你真的會raise 4 這好狠 他3倍多大 他3倍很 我不知道 我當下是沒有想到進入他 因為我們還蠻深的 所以我不想要 我知道了啦 當下可能是因為我們還蠻深 我不想要就raise 4那麼蠢 所以我覺得反正他的range就那麼腦殘 我就call就好了 flush跟7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嘛 其實蠻有趣的是 flush可能還好一點 因為flush他背我可以直接蓋牌 7就是一個 他會 7是最不好的 因為他會繼續背他的flush 跟背他的7 如果是開 譬如說Q方塊 或是10方塊 他100%會check他的87 然後這裡我River是150能做吧 對啊我也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會跟出 我就是 而且我是snap call 我覺得這有太多錯了 就是 蠻 那個吧 B game的吧 我覺得JJRace JJcall其實也沒什麼EV耶 這樣實在話 對啊 沒有啦我覺得就是個fall 不是啦 我說fall要call啦 我覺得EV很低耶 你說只用call的嗎 比起race 對啊我覺得讓他realize太多張牌了 你 你這裡race 不好的點是你要面對3-bet 然後我不覺得他會 不夠強到 讓你3- 他的3-bet會讓你痛苦 OK所以你就是勇敢的racefall OK 對 而且我race得到一個call 或得到一個fall 其實都很好 沒有因為我的角度是 他 他如果是真的很 多realize的牌 譬如說 8-7我覺得還好 因為沒有太多 他如果真的是6-7 他怎麼樣 結局也是一樣的 然後他的turn 會split的很明顯 喔 他是6-7 那你turn不就是 你可以下注一個size 然後讓他的flust charge 就去call 你下注8% 或是60% 對啊但我扣下來 他6-7也一樣啊 假設turn不是7的話 他check我就bay啊 bigbay啊 就是我覺得會長得一模一樣 沒有我完全不一樣啊 因為 因為 就是你多拿到80嗎 決定全在你啊 決定全在你啊 你今天turnA 你可以checkturn 然後他會check他的real 他的draw 他會check他的draw 但今天turnK好了 他會繼續barrel他的draw 然後你的牌就會變indifferent了 turnA他會checkflush draw 為什麼 就是 呃 假設你raise了 他turn幾乎都會在check吧 對啊 那你就可以把下注拳 開在你這兒啊 今天turn開A你可以選擇不下注 然後river 我也不覺得他會bluff down 就是我覺得決定全會在你這兒啊 你你raise要不下 決定全在我這兒啊 那我要raise啊 我要花比較多的錢啊 那當然不是一樣 我覺得visaRange 我不覺得raise一定會比較賺 你的手牌就是一個你想要gamevalue啊 你在file像就是要gamevalue啊 然後 ok 而且 有很多牌是 你這裡知道raise 那dunk 例如 是 k4好了 好 然後turnQ 你就沒有value 你就沒有value啊 不會啊 他trade我還是照打 我主要是覺得這種人的range 在turn會變得非常的鮮明 diamond turn5 turn6 你都 turn5 turn6真的不行 turn5 turn6我就背不出來 我覺得任何的broway 除了A 我都會 我都是barrel 他有時候turn5 turn6 turndiamond來 他背我full啊 他trade我就 那你不是少 對啦 沒錯我懂你意思 我懂你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你 呃你多花錢 vs facing他的 aggression flop 你覺得 翻牌比較好 對吧 因為你多花錢 你不算多花錢啊 不算多花錢啊 因為你在flop上你是value啊 喔我理解我理解 所以你多花錢啊 沒有因為我這裡會覺得很煩的點是 呃我覺得他軌道就是有可能亂卷我一通 我不想猜猜看 但是特別在flop的時候大家會覺得啊 我還有兩張牌 但是在turn的時候大家會打得非常誠實 欸 我 我覺得我覺得你 你floprace 他run jam 你就全蓋 因為根本沒差 那我到底要扣什麼 你會race77吧 floprace77 floprace56 你就扣就好了 扣這些牌 你就race4啊 因為 你race4就是很簡單 因為他不可能在這裡拿4-5給你all in 你這裡race你不舒服的foss 他要拿4-5在裡面給你all in 我懂你意思 對啦對啦 沒錯啦沒錯 我懂你意思 整體而言我覺得race就是超級plusEVR 或者是他我覺得他這裡假設他要大 他應該要3-bet75 他應該要3-bet76 他應該要3-bet 他應該要3-bet 對阿對阿我懂你意思 4-5 就是他3-bet這些超級好的equity 就realize 然後他就覺得魚做不到 很正常啦 沒事 而這手牌我覺得 River是我打最錯 這手牌我超級tilt 我14分 那我看到這個River蓋牌我就快受不了了 蛤你有看到這手牌是什麼嗎 我看沒看阿 你先看你先看 Open 3-bet 他一個日本人而且那個時候超緊的 冷跟 flop 他背我扣 就是他背 然後他扣 欸 是什麼 喔flop這個人冷跟嗎 然後這個人也在跟 flop這個人 dunk 我扣 他也扣 然後turn他all in 我raise 他扣 River K 他all in 送他啦 白癡 這個剩50BB送他啦 白癡他可能有K K K 這個好 當然我覺得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他還是日本國旗 他如果是個 亞洲 中國國旗 我就 或什麼巴西我就沒有跟 他真的不想 蛤 這個蠻鬼 他只是不想上去拿錢而已 對 超貴的東西 幹超級不爽的 有啦 沒有他有塞法 他有塞法 但是 幹超狠的欸 真的超狠的 我覺得還是叩扣欸 這個培率太好 培率太好嗎 幹我覺得這個 我這個十次能抓對一次嗎 你這個培率你也要 你要算了算 你這個要五次對一次啊 喔我真的 真的可以五次對一次 他還有什麼bluff 重點是我有我是A diamond 我如果是A妹的話 我也是call 我就是唯一block到 幹誰知道他真的要這麼 幹真的鬼操欸 真的太鬼了 這真的太鬼了 但這個有點太 不知道欸 這種 這種深一點點 我有時候都覺得送你啊 幹我以前也是一直送你啊 你最後就會發現 你真的一直在送你 欸 不過有一個點 為什麼你jentern啊 你這裡還要call 你還要raise turn 你有什麼jentern 我覺得jentern好很多 我也可以jentern啊 老實說 對啊 我覺得jentern 那一樣喔 我覺得他是鬼魚啊 他如果是 沒有因為主要是queen的問題 你這裡jentern 鬼魚 flush shot永遠不會幹 沒有 我當下就不知道他是不是鬼魚 我就覺得他很多 我不會想讓他realize 那個 不然我覺得你要raise 你就raise再擊敗一點啊 就是raise到 你說45啊 50啊 50怎麼樣 50你的flush shot要不要call 就raise一個讓他擊敗 你說後手剩27喔 當然你不要給他那麼好的price 我覺得你給他太好的price 我覺得term我好想fastplay喔 在這種 時間很多 我第一次破 我都是瘋狂的fastplay啊 如果 我沒有diamond 其實我可能 可能是要 可能是要small 梅花A會好一點 因為 flop他應該不會flow battle 是吧 然後他下一首啊 這是什麼那種常牌 不用看很久 這首牌我覺得 我被diamond 你可能誤會 因為我打很多桌 然後 他一 我一體感上他一直3B我 然後但後面發現其實也沒有 他可能是剛好有牌 然後我就 我覺得我就 但我自己也覺得還好啦 就是 就是炸虎一個 然後rebo 我就覺得是個give up 他不可能改牌 然後我覺得他的 他的全部的牌都會 不是全部的牌 他很大量的牌都會fold在turn 他的turn會很鮮明 然後他沒有fold 那就 那我就撐太大了 太大了 你就半怕就好 17吧 17他就是QQ很就蓋了吧 我想要clear他蓋 因為我知道我不會想要炸虎一個 不然就半怕 我覺得17他flow 我 我會覺得很 我想要讓他的turn 就是直接design 這樣 所以我才打 大一點 我覺得 反正這個就ok 所以我不覺得88會 對阿 沒錯 這是一個Dymanic的overplay 這是什麼 3bet flop 3bet open 3bet 他check raise 他在這裡你也faceplay 我想要捐turn啦 喔我覺得不會捐turn阿 我覺得可以fastplay flop 不是我不是說這個turn 我是說blank turn 他bet我就捐 我覺得沒有意義耶 我覺得你不如就fastplay 你說還不 你說turn在flop再raise這樣 你的size會是什麼 我會討厭阿 我覺得call也還行阿 我覺得我可能會更願意call caseplay 我覺得我會fastplay這裡 我覺得他 有些玩家會有esqueen 想要跟esqueen打光 好難喔 我覺得大多數玩家很難 這裡的問題就在於他的range 他的range還蠻鮮明的 我覺得大部分的玩家 然後 然後你的turn應該還是一個fall 對阿 我覺得他不會有任何give up在river 永遠不會 你的call turn 除非你是想call 然後esqueen checkriver 你覺得有可能 對阿對阿 我是這樣想的阿 我是這樣想的阿 這個river就蠻 這個river就會變得蠻傻逼的阿 他如果check 就是我o-in 他o-in就是我該牌 就這樣 確認他o-in嗎 一定入我o-in阿 他check一定入我o-in 他不可能check一個比我強的牌 但我蠻確定reriver一定是這樣 但我不確定我的turn 這樣的情況下 我的turn calling 是好還是不好 這知道阿 這會是個因素 感覺fastplay就簡單阿 感覺可以fastplay 只是你敢 你敢點esqueen回來嗎 就是你會點esqueen回來嗎 Bs好rev的話 你會點es 我都 我心情好就會點阿 但是 我就是當下會看 我會點阿 我會亂炸舞阿 就沒有什麼 這不是太難的問題 你應該是race4吧 esqueen 他這裡是call 我是不管阿 反正 他sober都是喜歡racek k k沒話 但我覺得還蠻不時光 k頭 嗯 我覺得還蠻不時光 但兩邊的runge 不太一樣阿 兩邊的runge不太一樣 open 3bet call bet bet 我覺得turn 我覺得turn 是個check阿 阿 啊 那是個check嗎 對阿 而且你有很多esqueen 我不太喜歡你的 你的blocker就不太好 K的問題嗎 K是蠻不好的 你感覺是個trap 可能只被另外兩個花蛇會好一點 反正你的A5幾乎都是 背背背吧 啊 A5squeen 有個好的esqueen 你應該要check一些牌阿 對阿 對阿 你要check一些esqueen 沒錯我知道 我知道 我 我 我只是不知道我要 我是不是只能barrel 那個 另外兩個花蛇的esqueen 如果是就死了 你這裡就不是range bad 是嗎 我覺得應該是range bad 半怕 就是 我會range bad 半怕 這裡不我感覺可以range bad 半怕 我感覺都行吧 我覺得 如果你之前這樣的range 會不正確 如果是z86 我會覺得 明顯是 什麼 或是186的嗎 186 185 我覺得 Q86 我的理解就是 就是 不一定要是range bad 好我們來turn 是 OK 然後我們看esqueen的話 只被 然後為什麼只被黑桃 為什麼是黑桃沒有 Dyvon club吧 Dyvon club 我知道啊 為什麼只有黑桃 這件事情 因為黑桃比較好 因為黑桃 unblock float float 好 好 Makes sense A5被很少 我不會被AJ 我會被A5 Yup Makes sense 這裡是range問題 就是 你這裡 你可以 你這裡 背背背 這裡你bet turn 然後對手 blink 對手要call JJ 所以你要block JJ 但 實戰上 我可能更願意unblock JJ 對 他會封 對 對 那個你還行 我是AJ跟A5 AJ的好 沒有啦 AJ的好是你double block 我覺得這是 這是 我說AJ的好是你很容易有double block 但是A5也一樣 就是 你不會 沒有你五用不到 你的A5的好是unblock4 你的AJ是block queen block4 對阿對阿 就看 但我還蠻有跟你說的 對手 我覺得JT貼好不直觀阿 我不會貼JT 永遠不會貼JT 喔因為他有Gashar 好吧 滿Gashar的都啥 其實7-6就不會貼JT吧 如果會的話就是Blogger很變態 但Solver range又不太一樣阿 因為Solver range這裡JJTT可能要Cold down蠻多的 就是看你的對手 你覺得他會帶JJ在River 或TT在River 在River Blink 所以你要決定你的Blogger 要怎麼選擇 只是這種AJA5我反而可能會迷失 不過可能 我覺得AJA5就可能比較沒差 我覺得就是 我是太喜歡Bluff的A5啦 A5就A5不可能錯 AJBluff有些spot會錯 所以 有 我覺得Skin's Heart是個Gem 為什麼我沒Gem阿 我不知道耶 我Gem了一些台 為什麼我會 這個標是Rag 對阿對阿 為什麼我沒Gem阿 好奇怪喔 欸這樣我這樣好不爽喔 我覺得這些牌都是我認真看都不會是這樣打 但是 我當下就是 很歐 被Race 我可能連他 而且我覺得 他有Q會這樣Race 他有指什麼2829 對阿 他就是直接Camilla 滿黑桃的啦 我覺得滿黑桃的啦 他不想用根的 然後Turn 無法realize 他好執障阿 我反而覺得他JJK 實實會可能會更願意扣然後再Turn去Desside 我覺得他有Queen Drive 你很多時候你的Skin是要打光的 對阿我覺得這個combo就是我最願意打光的一手 Skin 還有黑桃 對阿我覺得還滿 Skin KA套 他不會氣牌 他不會氣牌也沒有關係阿 就是 他只要不Race Queen 你套次 我說你套次阿 沒有他會氣牌阿 他TT會Race4阿 阿我覺得其實很多玩家可能會是Code turn Code flop然後 反正Turn他看得到牌 所以他不會Race flop Code TT嗎 他這個Race size有點難Race4TT 對阿就滿白癡阿 所以我覺得 但他很多Flush阿 他只要覺得我要蓋掉任何一組Buff他都很賺錢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沒JJ 幹我明明就最會JJ這種 我最愛JJ這種東西為什麼沒有JJ 真的嗎 他只要不要有QX 你的JJ就不太會是Race 對啊 絕對是BJJ 絕對是BJ 這是玩什麼 Open 這是玩3Way Approach 來看一下 Open Call 跟Flub 他貝 我Call 他Race 他Call 我如果是A3我會Fest Flay A10我不喜歡 我如果是A3 A4 A5 我會直接在Race 可以Fest Flay 只是你梗了 你一開始梗了有點尷尬 蛤 你不可能Race是Flub吧 我自己的Proach是這樣 我永遠不Race A 嗨 對 你說我跟了之後我在Race 就是只能是Flush 就是 我好不想讓他realize 那個SAT的那個問題 對啊 但我的理解是我Investitions 我SAT看得到所以 那你怎麼蓋不掉了 你蓋掉了 我蓋掉了 我當然蓋得掉了 沒有我自己後面 我自己我先跟你們分享 我自己的思考是 他們永遠不會蓋SAT 除非你要Rview說 發兩次 不然的話 你的EV最後會是一樣的 只要沒有開Flush 他也蓋不掉SAT 所以 但是我蓋得掉 他 沒有開Flush他蓋不掉SAT 但是有開Flush 有開疊牌我蓋得要滑 所以我的EV Different會來自於 我的EV Confirm會來自於 我用跟的 這是我自己的Approach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跟啊 我也覺得可以跟 對啊對啊對啊 兩件事聽得懂嗎 這件事蠻有趣的就是 沒有人會在這裡蓋SAT 所以 如果我All-In他Call 然後我們就是跑EV的話 就是完全一樣 但是 只要不是開梅花 只要不是開愛心 他永遠不會蓋SAT 我就會得到EV 他有一點差 可能是開 就是10J6之類的時候吧 但怎樣也不是Face Play Flop 所以 像這個他的88可能就沒有那麼 但其實我在想這個Turn欸 這個Turn我蠻不舒服的 沒有啊就更啊就更啊 對啊我覺得還是更棒 你裡面有在Race的Range 對啊 所以你覺得就算執障 對啊對啊 我Race他就永遠不會 我就是只能被他A 你Race就是告訴別人說 我是腦殘 我有Flush 我看你蓋不蓋得掉 我讀你蓋不掉 我讀你蓋不掉 我不知道欸 這些人真的好慌 A3是什麼 A3 你換成BB 這是什麼東西啊 欸 欸 幹 你換成BB 我要看你多丟臉 喔沒有啦還好啦 這是BBB喔 那還好啦 那還好啦 還好嗎 Race Flop 缺缺啊 還好吧 我覺得還好啊 那怎麼背得到這個River啊 我看不懂欸 為什麼不能背這個River 啊他不是有伊托拉古的A 你比不到腳欸 對啊 然後他的SQueen怎麼打 他的SKing怎麼打 他的A5怎麼打 可能自己背吧 我不知道 他怎麼可能自己背這個River 你覺得我這是Check嗎 你這個絕對是Check啊 你的Range可以有2 你的Range可以有Flush 你的Range可以有4 他的A要怎麼打River 你25Race Flop Check Turn 3 Standard 你的 對啊 你的Rule Flush 假設你這邊有9T Flush 你Maybe Mix Check Turn 不知道你有沒有Mix 但也許 你的4XRace 假設你這裡有74 你Check Turn Standard 你有84 你Check Turn Standard 很難背欸 很難背欸 嗯 這裡我覺得我會想背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不覺得他會Check 任何4X 然後我覺得他AX可能大部分人都會想要自己背 因為 他這個 他這個Bull 他要背什麼我背你扣 他要背你什麼扣 他背AX 也是啦 你說他就是Check4那個嗎 我覺得AX是Clear 我覺得啦 我覺得是Clear 太新了嗎 我不知道欸 VVV 看一下吧 看一下我們會背到哪裡 可能沒必要吧 我不知道就當做練習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超答案咯兄弟們 因為你Race Fluff啦 你Race過Fluff 你的Rain會變得很難的 而且你這個Race Fluff 你應該有2了 對啊 你有2了 因為看你要Check什麼 我猜 把Check一些4X 一些Flush 一些2 對啊對啊 合理啊合理啊 這些是不難 好 Level比較難找 但沒 你能看你的Flush 我覺得主要是看你的Flush 到底Check多少 我覺得會比較有趣 你實在上 你會不會做啊 像T8啊 T8 T9 會啊 會啊 我可能會背 這個欸 他是因為5嗎 所以CheckA6A7 我自己體感上 我會比較想要背ALow 是因為5嗎 有可能是因為Block他的Code 沒有 我還是 我自己會背 但是 我就會Check那種 就是Low Flush 就是Low Flush 對啊 9 High 98 你可以看他的AX啊 你看他的AX這麼大 我這樣不可能StepAX 自己覺得 0耶 OOP了 那我BB真的猜 OOP嗎 這OOP嗎 你說他喔 我問你說的他 是GTOAX 沒有他是10分級 就是 有背跟沒背一樣 所以他 所以10分級拿掉 就是全Check吧 例文上 你可以看EB 應該我覺得蠻合理的 所以應該拿不掉 我是可以拿不掉 但應該就是全全 通常他這個不是 你就看EB就對了 你就看EB就對了 你把那個 策略改成EB Check 對阿 沒錯就是Check Check 缺爛缺爛 最高都是Check T8 T9 TJ 你Block他 會Cold Down的 就是很願意輸你的牌 然後 你會進到 他的Google Range 在你Race Flop之後 你被 8T再Turn 你只會進入 你把自己ISO金 很吃上Range 就是你不會想要 Triple Barrel你的 你的River不是Clear Value 你River是Clear Value 但不會說很爽 對對對 你被推人他Call 然後River來 只要 就是任何一張牌 當然不說沒話 任何一張牌你都不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你不會覺得 他Check 我O-In很爽 希望他Call 你就是Check 然後希望他Tank個一分鐘再Call 你的8T會長這樣 阿 我的BB 阿好爛喔 我以為這個 4個80倍 還好爛 我好爛 好 沒事 再加油吧 沒事再加油 好啦 不看了不看了 就這樣吧 你覺得整體怎麼樣 看下來 我覺得你幾手還Call 太狂了 是不是就是在 我覺得在Overfall跟 Overbluff這邊 我還是沒抓好 對不對 感覺還是太Overcall 跟Overbluff了 然後還有這首bluff吧 就是這首bluff 就是 我沒有看到什麼特別可以Overbluff 我沒有看到什麼spot 我覺得 就是超級 就是超級在意你Overbluff 然後你Overbluff的spot 所以是你沒有看到這個spot 還是你沒有看到我做這個動作 我沒有看到 我不知道是沒有這個spot 還是你沒有做這個動作 OK 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review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希望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最近在嘗試各式各樣的youtube影片 因為我們其實還蠻用心在做這件事情 不是說用心啦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內容應該是算很優質的 可是 不知道怎麼樣可以獲取更多人的觀看 這跟我跟Faylee都很頭痛喔 好 希望各位可以留言 建議我們告訴我們 好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團 我們下集團